風雨中攀高 冒著危險搶修電線桿 台電人員站在第一線 雖然盡力搶修 不過災情多還來不及收完 苗栗有工程車就在搶修過程 意外翻車 造成三名台電人員受傷 儘管如此場景轉到彰化 竟有民眾半夜全聚在馬路上 抱怨台電人員颱風都走了 電怎麼還沒來 一名屏東的網友 就在網路上寫了篇文章 標題命名為颱風我恨你 說美美看著自己父親颱風天 出門準備工作的背影 實在很難過 碰完後隨即引來4萬多名 網友按讚 到我們的鳳山去做資源 回來的時候馬上又到我們的平東去 所以中秋連假的時候 他也都不在家 這樣會不會擔心 當然會擔心 對啊 我們做家屬的 美濟颱風一度造成全台408萬戶停電 台電出動6000多名員工搶修 雖然家屬不捨 不過維修員心裡想的不只是家人 更多的是想儘快供電給民眾的心 網路也沒辦法 像我本身一個小孩而已 在家我已經等他用第三天 他在家 但是公司的工作 我也是放在第一優先 盡量儘快加快 跟老婆 丈母娘講句話好不好 老婆我愛你 媽媽謝謝 謝謝你 謝謝你的關心 謝謝 颱風天站在第一線搶修的台電人員 到颱風後還在搶修 家屬新層也指判民眾能多點耐心等候 給這群維修員一聲加油 記者洪建民 陳柏惠 王世函 南投 彰化報導